梅水石板 梅水石板和傳統石板不同 因為傳統石板是用石 利用水和油排斥的原理 引出來要抹水 十年前發明了一個梅水石板 用鋁片和玻璃膠 代替了傳統石板和阿拉伯膠燒酸 因為玻璃膠和鋁會有化學作用 有一個很緊密的接觸 有一層很緊的黏膜在上面 製板時會擋滑的地方 用墨汁會死實一片 不會有層次 但如果用碳粉 就像中國水墨畫那些化開的效果 然後加熱 加熱後因為碳粉不加熱會掉 然後就開始製板 將繪畫的形象固定在鋁片上 這些叫做無味蟲結水 將玻璃膠調棄 接著的程序 我會倒一些玻璃膠 到鋁片上 然後就用這塊海綿 抹薄它 抹薄它之後 再用這個Tissure 擦至它很均勻 最好隔一晚 它越長的時間就越穩定 現在這個過程就是 將滑的材料洗出來 我們就會用唇的雅絲通 擦一次出來 現在的原因是 讓油膜薄薄的上去均勻一點 現在是最後印的過程 我待會擦一張紙 可以擦在這些位置做參考 擦在中間 像金石板的尖壓在下面 我是平印了 放一塊卡紙在上面 製板的過程上 我就覺得 傳統的石板是複雜一點的 很難100% 是你畫的時候 製板是出了效果出來的 很多時候都會用 這個無水石板 去做 這個像中國水墨的效果